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波兰在男子排球比赛中逆转击败美国 将争夺奥运金牌 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半决赛中从2-1的劣势中绝地反击 最终在决胜的第五局战胜美国队 这场比赛让波兰球迷陷入狂热 同时 西蒙·拜尔斯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每一举动都被放大 他的精彩表现和个人生活引发了广泛关注 此外 国际奥委会对王楚清球拍损坏事件表示已经结案 但中国粉丝仍然要求更多答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文章详细报道了 在巴黎奥运会上 波兰男子排球队在半决赛中逆转击败美国队 成功晋级决赛的激动人心的比赛过程 以及美国队在赛后的状态和反应 波兰队在南巴黎体育馆的比赛中 以二杠一局输落后情况下 顽强扳平并最终在决胜局中以15比13获胜 确保了他们进军金牌争夺战的机会 这场比赛的关键人物是波兰的外公手威尔弗雷多莱昂 这位出生于古巴的球员 在决胜局开始时就带领波兰队取得领先 并一直保持优势 最终成功逆转比赛 莱昂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获得了全场最高的26分 带领波兰以25-23 25-27 14-25 25-23 15-13赢得胜利 他的扣球和发球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波兰队决定性的优势 在美国队方面 尽管他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但终究未能抵挡住波兰队的反扑 美国队的马克思 霍尔特 在第五局曾通过一季直接发球得分 将比分追至11-10 但随后波兰队稳住阵脚 最终在莱昂的带领下 锁定胜局 这场失利对于已经四次征战奥运会的马特 安德森和大卫 史密斯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他们距离再次争夺奥运金牌的梦想 仅一步之遥 尽管如此 对于美国男子排球队来说 能够进入这次奥运会的奖牌争夺战已是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 他们甚至未能通过小组赛 这支经验丰富的美国队将在稍后的比赛中 对阵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败者争夺铜牌 而波兰队则将在决赛中对阵胜者争夺冠军 美国教练约翰·斯佩罗去年带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NCAA冠军 他希望能在同一年再添一枚奥运金牌 对于这支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最年轻的美国男子排球队来说 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奥运老将 其中五人已为人父 安德森 史密斯 米卡 克里斯腾森 三届奥运自由人埃里克 肖吉和其他队员 在东京奥运会失利后重返巴黎再战 37岁的安德森是四次征战奥运的老将 但年纪还比不上39岁的史密斯 克里斯腾森 肖吉 霍尔特和托马斯 耶什克 都是第三次参与奥运会 在赛场之外的一些细节也显现了美国队的经验和情感联系 安德森和克里斯腾森在比赛后抱着孩子走过场地 亚伦 拉赛尔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首次亮相 帮助美国队获得铜牌 今年早些时候在日本比赛期间首次成为父亲 两支队伍在赛前就已经彼此非常熟悉 美国队在前往巴黎的路上 曾在格旦斯克与波兰进行过一场五局的热身赛 并输掉了比赛 2023年5月 美国队在荷兰的排球国家联赛中以3比0击败波兰 但在一个月后的格旦斯克主场金牌赛中以1-3再度败北 美国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 四年后在伦敦奥运会上排名第五 然后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铜牌 但三年前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 一直是他们重新崛起的动力 波兰自由人帕维尔扎托尔斯基在第三局中断受伤 当时美国队以13比9领先 扎托尔斯基在几分钟后自行站起 经过医疗检查后重新投入比赛 但伤势显然对他的表现产生了影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局美国队的表现 他们需要三个局点才以27-25结束这一局 在22比20领先时 美国队在24-23时拥有一个局点 但托雷·德法尔科的扣球尽网 美国队在25-24时又犯了一次进攻失误 马特·安德森的扣球出戒 最终在第三个局点26-25时 拉塞尔的扣球得分 才结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局面 尽管比赛结果对于美国队来说并不理想 但他们的表现仍然值得称赞 特别是在经过东京奥运会的失利后 这次能重返奖牌争夺战 已经展现了他们的毅力和决心 而波兰队则在莱昂的带领下 再次证明了他们在国际排坛的实力 这场比赛不仅是两支强队之间的较量 更是对双方球员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的严格考验 随着比赛的进行 观众们看到了比赛的跌宕起伏和紧张刺激 不仅是他们实力的体现 更是他们不懈努力和团结合作的结果 这场比赛无疑将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一大亮点 也为即将到来的决赛增添了更多的期待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些运动员们已经在赛场上展现了他们的最佳状态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排球半决赛中 波兰男子排球队在逆境中逆转击败美国队 以3-2的比分 25-23 25-27 14-25 25-23 15-13 赢得比赛成功进入决赛 将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胜者争夺金牌 而美国队将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败者争夺铜牌 这场比赛在南巴黎体育馆举行 波兰支持者热情高涨 现场气氛激烈 比赛中 古巴出生的波兰外攻守威尔弗雷多莱昂表现出色 在决胜局一开始就带领波兰队取得领先 并最终获得全场最高的26分 美国队的马克思·霍尔特在第五局中段发球 直接得分一度将比分追至11-10 但最终波兰凭借莱昂的出色表现 取得决胜局的胜利 美国男子排球队在过去的几届奥运会中表现不俗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冠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获得铜牌 但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中未能出现 此次进入巴黎奥运会半决赛 已经是一种救赎 尤其是对于队内的几位老将而言 美国队教练约翰·斯佩罗 去年还带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获得NCAA冠军 期望能在同一年内在添一枚奥运金牌 值得注意的是 两支队伍之间的对决 并非首次美国队此前 曾在格旦斯克与波兰 进行五局热身赛并着输掉比赛 但在2023年的排球国家联赛中 以3-0击败波兰 然而在一个月后的格旦斯克金牌赛中 又以1-3败给波兰 波兰队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了强大的韧性 即使在第三局中断自由人 帕维尔·扎托尔斯基受伤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能够稳住阵脚 并最终逆转取胜 这场胜利对于波兰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他们将在决赛中争取金牌 为国家争光 这场比赛无疑是本届奥运会男子排球赛程中的一个亮点 展示了排球运动的魅力和剧烈竞争的特点 球迷们期待着波兰队在决赛中的表现 看看他们能否再创佳绩 为自己和支持者们带来更多的荣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波兰男子排球队逆转击败美国 真是史诗般的胜利 逆转仿佛是波兰的代名词 让人想起当年华沙起义的英勇 威尔弗雷多莱昂真是波兰的救世主 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堪比马拉松中的菲迪皮德斯 让人肃然起敬 再看看美国队 老将们再怎么努力 也抵挡不了青春的浪潮 这比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 还让人动容呢 楚天书 你这样说未免有些过于激动了吧 美国队可是经历了风风雨雨才走到这一步 这次虽然失利 但相比东京奥运会的小组赛出局 已经是进步了许多 这就好像是从小虾米变成了大白沙 尽管这次没能吃到那条金色的鱼 但已经游得很远了 而且 别忘了他们还有机会争夺铜牌 说不定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其其 波兰的胜利可不仅仅是运气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胜利 就像诸葛亮的空城记 波兰队在走钢丝般的逆转中 展现了顶尖的心理素质和团结精神 反观美国队 虽然有很多老将 但他们的经验似乎成了包袱 这不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 太多的犹豫和错过的机会 最终只能感叹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啊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让人喷饭 但我们不能忽视美国队的努力和付出 就像复仇者联盟中的钢铁侠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时刻 即使这次没能夺冠 但他们的拼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态度 依然值得我们敬佩 拿马克斯·霍尔特那个发球得分来说 就像李小龙一拳打倒对手一样 瞬间燃起了全场的激情 他们只是暂时失利 下一次一定会更强大 齐齐 你这魔说倒也有道理 不过 咱们还是要承认波兰这次的表现真的很惊人 波兰队就像一群斯巴达勇士 无惧困难 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精神让人不禁想起那句名言 宁可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 美国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把握上 他们需要更果断 更果敢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赵云一样 勇往直前 才能重夺荣耀 楚天说 我看你这是波兰迷无疑了 但我也必须承认 波兰队的却有让人钦佩的地方 不过美国队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就像哈利波特中的凤凰社 总能在困境中众生 即使这次未能夺冠 他们也在巴黎奥运会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们在铜牌争夺战中如何再创夹击 或许会让你们这些波兰迷也拍手称赞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